1971年入圈 参影电影100多部 累计票罚高达250亿 如果说成龙创造了时代的奇迹 那么吴京则是赶上了奇迹的时代 截止录制前 吴京主要参演的作品票房 236.25亿 旧战狼2 流浪地球 长津湖三部 4年时间票房就已经150亿 且仍在上涨 不怪成龙感叹 几十名的人 筹集到200多亿的票房 就算你抛开票房 抛开通货膨胀 吴京也有令成龙羡慕的本事 荧幕上他是主旋律题材的起手 从攀登者到金刚川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家乡到父辈 接连三年国庆党 含金量越发旺盛 影院观金成了我们为祖国庆生的新民俗 网络上他是金氏表情包的快乐源泉 整届2020东京奥运会 吴京成为了中文互联网的最强影员 戏里戏外 吴京早已不只是一个演员 他更像一个文化符号 一个时代象征 但今天我想粗暴一点 把这些干扰条件统统推倒 缩小爱国的热情 直面撕裂的舆论 还原吴京一个演员的纯粹身份 不吹不黑的谈一谈 在这个不纯粹的市场中 他是如何走到今天 而又将走向何处的 这里是读者编剧部 我是王美凤 简单概括今天的主题 凭什么是吴京 以及200亿之后呢 吴京我的第一印象是蠢 是不会来事的蠢 高情商的说法 耿直 娱乐圈的生存法则中 吴京绝对是负面案例般的存在 没有包袱 直来直往 所有艺人规矩 通通在接近吴京500米开外 就被他亲手打翻 他的微博上太多直男自拍 连搭黑摩的日常 也会跟网友分享 去参加夫妻旅行综艺 人家带的是生活神器 他带的是这玩意儿 看谁不顺眼 有意见 从不藏着掖着 请人家吃饭先自发一罐酒下肚 然后细数朋友 没有他看不惯的罪行 说完也不管人家的反应 只说 好了 说完了 我爽了 反正我爽了 就连电影杀青庆祝 也丝毫不注意形象 知道你开心 但没必要这么恐怖分子 他自曝打过流氓 做过奸商 醉酒时骂过路人娘娘枪 这种耿直 也为吴京招过黑 然而 哪怕是再讨厌吴京的人 也不能否认的一点 就是他的真实 与之对应的是 娱乐圈儿名案规则纵横的名利场 吴京注定是搅局的那个 骂虾肉娘炮 他一骂当心 这是男的女的 喷流量资本的口不择言 我不能被资本强奸 在剧组里 他对潜规则也饥饿如仇 别人都不好意思说 他敢 据说只是一次友情客传 全剧组等一位年轻流量演员 剧组诉苦 每次等他都要20分钟 可吴京谁面子也不给 跑去啪啪拍人家房门 喊他拍戏 发现人家根本不知情后 他更火大 对着人家经纪人喊 你怎么不说呀 我就怼 你去打架 当你看到吴京的成功 想要反推他的路径时 就会发现 他基本是不可效仿的 别人不会成为吴京 因为没人想像他一样傻 演员转型导演 往往是因为 找到了最容易过渡的路径 好比徐正的囧图 前有人在囧图的 口碑案例被输 苏友鹏的左耳 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 戒的是青春文艺电影的锋利 黄波的一出好戏 题材是 自己有观众基础的喜剧 你耍猴了吧你 唯独吴京 他只身就想闯进一片空白 被问为什么要拍战狼一 要知道当时军旅题材 并不被市场看好 要有也是一些 不依赖票房 走走过场的主旋律 吴京只回答 好玩 换做别人 这可能是敷衍 是装逼 是凡二赛 但吴京说出这话 不会让人觉得他在说谎 因为一个人 无法用他一贯的行动来说谎 有人跟吴京说 别搞了 吴京你傻呀 对 我就是傻 就是要拍 要圆梦 拍一部纯爷们的电影 话说的狂 可从演员到导演 他下笨功夫并不少 以前的军事题材 向来不是真打仗 往往都是拍演习 俩字 没劲 而到战狼 吴京仔细琢磨剧本 一点点规逼禁区 在倡导和平的审查环境下 他非得来场虽远逼诛 要么自己研究编剧红宝书 研究编剧公事 脉络 要么找高人指点 陈慕胜 刘振伟 都被他厚着脸皮骚扰过 尤其是于白梅 战狼二的时候 吴京三顾茅庐 拉他入伙 他拒绝了两次 第三次吴京扛了头羊 大年初二跑到人家 对于白梅老婆说 我就住你家了 你老公被我征用了 为表谢意 战狼二开场的货船上 写上了于白梅的名字 后来于白梅说 很多时候 你都觉得这个人 愣得不得了 他说吴京 既然要做 就一定能做得到 粗糙 笨拙 一根筋 巧的是 当时看起来不合十一的吴京 误打误撞 抢了时代半拍 比如对流量明星的态度 拍战狼二不差钱了 可他依然不愿意 多花一点冤枉钱 除了一个自愿竞足的张翰 再无当红流浪鲜肉 那钱花哪了 首先专业的团队 动作指导 请来了美对三 自杀小队等多部 好莱坞大片的动作指导 飞车爆破组来自香港 水下拍摄组 是加勒比海盗原版人马 这才有了开头这场 让人窒息的水下动作戏 将近一百秒的移境到底 拼的不只是命 也是技术 制作成本 同样一致千金 拍摄后期 吴京坚持在非洲完成 道具炸掉一百辆汽车 两辆坦克 一架飞机 预算严重超支到两亿元 最后是一遍遍的拼命 电影的幕后花絮 有无数吴京受伤 亲自上针的片刻 颇有当年成龙的风采 用吴京的话说 要死 死在自己手里 赢也赢在自己手里 他过瘾 但看到数字 你才知道他赢的 究竟有多过瘾 战狼第一步 以小博大得到5.4亿票房 吴京分账6000万左右 战狼二票房56.95亿 吴京的投资占比40% 分了7.4亿 所以问题来了 蠢怎么就蠢成功了 而且是出人意料的 历史性的成功 在战狼二上映之初 大家吵得最不可开交的 是民族主义 现在回过头 平心而论 电影成功的秘诀在于 作者强烈而真诚的表达欲 不是说战狼二没有瑕疵 相反 瑕疵很可能是 电影魅力的一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战狼二和你好李欢英 是同一种电影 故事与某个真实的人 高度绑定 整个剧情都以一种 强烈的情感内核 作为驱动 李欢英成熟吗 可以肯定 换一个更有经验的导演 电影还会拍得更完善 但也可以肯定 李欢英不会有如此高的票房 因为当贾玲在拍自己的故事 在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情感时 她无可取代 这种真实的震撼力 超越了一般的电影技巧 战狼二也是一样 她的冲动 甚至她的声音和笨拙 都是吴京一部分真实的自我 或许当下最能俘获中国观众的 是一种直播电影 作者不是隐藏在幕后 冷静地控制着整个故事 而是完全袒露在镜头前 连同特色和缺点一起 让观众确认 这就是你本人无疑 简单总结 就一句话 吴京就是了 战狼二露眼时 一位维持秩序的公安特勤人员 看见吴京 竟然下意识地伸手 进了个军力 有人说 他把吴京当成了冷风 要我说 冷风这角色 从来不重要 在大多数人眼中 战狼那一头来势凶猛的爱国硬汉 就是吴京 他真诚又浓烈 凶悍又决绝 不论是战狼一那句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诛 还是战狼二结尾那一计反杀 原本演员格里罗领导的英文台词 字面直译是 你们这样的人 永远不如我这样的人 后来得知字幕被翻译成 列等民族时 这位被两国队长暴打的反派 后怕了 这可是最直白的种族歧视啊 的确 任何主义越是强烈 越容易被质疑 战狼二爆火时 最大的争议是 你吴京是不是在拿爱国挣钱 这问题朱新 无法证实 也无法证伪 但吴京的回应 照旧满后 而之后你才会发现 真正有力的回应 不在采访中 而在他的身体力行 尤其是军人这一身份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战姿 时刻以军人的形象 要求自己被网友称作人形力牌 再掏落下 不论什么时候都归然不动 甚至连嘴角的微笑弧度 都没有变过 这份庄严来自2008年 出于无者情怀 吴京去汶川做志愿者 和战士们一起救灾 艰难环境下 吴京身体力行救援灾民的同时 子弟兵的付出 也让他为之震撼 要演一个兵 就去当一个兵 接着35岁的吴京 就去特种部队体验生活 围棋18个月 全程硬核参与 特种兵咋练 他咋练 训练社区训练 他猫在靶子下 让子弹从头上飞过 头一发他吓得骂劫 二一发立刻就严肃了起来 一切按特种兵的要求训练 科业成绩还名列前茅 吴京态度认真 水平游异 训练成绩还创下部队的记录 成为模范案例 部队直接挂出标语 向吴京通知学习 他也够仗义 够热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 认识的基层官兵 也能有他的电话号码 到北京给他打电话 吴京总会热情的 请小兄弟去喝一个 部队不只是塑造一身本领 那更是集体主义教育的 绝佳融入 吴京的个人英雄主义 和集体民族情怀 就是炼出的硬钢 在吴京作品中 你总能看到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舍我骑谁般的担当 不但要扛住炮火 他更希望让冷风成为点燃国民爱国热情的那根火柴 流浪地球中吴京信念不多 但吴京的味道很足 危难之际各国救援队都在撤退 只有中国的救援队选择逆行 知识人士透露 这个拍法吴京在拍战狼2时就想用 海面上所有外国军舰都在撤离 只有中国军舰继续向前开 吴京身边的人都不曾怀疑 民族情怀 爱国 爱军 这就是吴京骨子里的东西 有这样一个故事 吴京的朋友 春秋时代营业董事长吕建民 有一次遭遇堵车 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辆车发生自燃 就拍照发了朋友圈 才发出去 吴京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 边说边吼 你呀怎么还不去救火啊 你听得出来 这种英雄主义 现实中也与吴京如影随形 像是习惯或者说是信仰 而这种信仰 在如今中国崛起 逐渐掌握话语权的当下 恰恰是最值得 也最容易共鸣的情感 以战狼为一个时间节点 战狼之前 国产战争片大多类似精灵十三差 南京南京 子日聚焦曾经战争的伤痛与悲情 战狼之后 最直接牵动人心的情绪 转向了中国力量 你说吴京爱国是生意 没有人会同意 电影的成功 你可以说是因为吴京轴 硬核 玩命 一句爱国也并非全部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说 吴京笨拙的低头走着自己的路 时代迎头撞向了他 流量低球在当初选择 刘培强这一角色时 有这么几条标准 一 要有很高的知名度 愿意以知名度带动项目 二 戏份不是绝对难一 愿意为青年演员开路 三 最好能不收钱 这种事除了吴京还能有谁呢 所以这个时代不能让吴京领先 还能是谁呢 近几年黄晓明和陈坤 分别在不同场合表达了 中年男性无戏可拍的尴尬 到现在 我返回去求人家 人家也只是表面客套 但不一定会用 因为他们觉得你已经不如以前了 陈坤在北京电影间呼吁中国导演 请给我们年纪大的男演员 多一点创作和演戏的机会吧 请给我们多写一些好的角色 给我们这些演员去演戏吧 是中年男星无戏可拍 还是中年男星找不到他们年轻时 爱演的角色呢 说这种话是怕死罪的 2008年左右 陈坤和黄晓明各凭话评 风声发力于大荧幕 而当时的吴京还在香港不温不火 演最邪魅的反派 挨着最疼的打 那是真疼啊 比挨打更疼的是首次指导电影的失败 没错 吴京的地步片子不是战狼 而是这部狼牙 一部标准的港产动作片 但可惜口碑和票房都不尽人意 但做导演这条路吴京没放弃 恋舞的人可以傻 但不能没无情 从一开始 这个普通演员 就像业内最顶尖的前辈看齐了 像成龙 红金宝 甄子丹 走过的路一样 去做导演 去做画石人 去成为一个动作时代的掌门人 任何一个动作演员 他非常想去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动作时代 但在香港 他没能等来自己的时代 李连杰走了一半也走不动了 香港动作片先他们一步离去 但有趣的是 之后时代的交替 并没有提前和大家打好招呼 没有意识到 下一个动作时代的风口浪尖 是主旋律 是无精 回看《战狼2》的手印里 绿色又环保 正式出奇的嘉宾 是还没红的王一博 大佐 沈灵 华少等一众好友 最大牌的恐怕是郭德刚 以至于媒体纷纷用冷清 寒酸 无大牌等字眼 形容这场略显尴尬的电影手印 然而如今呢 时代的潮水已经改变了方向 没能抓住香港武打时代的吴京 终于凭借主旋律电影《乘风启航》 仅从2017年到2020年4年时间 十部国产主旋律电影票房总计 就已经高达235.13亿 其中有8部票房超过10亿大关 就在这个势头下 也就近半年的时间里 国内青年演员集体投身硬汉 替人寸头 健身增机 努力摆脱偶像形象 纷纷投身警匪剧或主旋律的拥抱 而当明星们纷纷都往安上爬时 发现目的地站着的 正是过去被时髦远远甩在身后的吴京 意不意外 刺不刺激 这就是价值200亿 直奔300亿的惊喜 我自己都意外 吴京的故事让我联想到的电影 居然是阿甘正传 没有恶意 我就是觉得这俩人有一样的耿直 阿甘在跑 表情严肃的他本能一样的跑 他不知道目的地在哪 只知道那是更远的地方 最开始他很孤独 没有人知道他在干嘛 后来人们看到了他 怀疑他在演戏 怀疑他带着企图 不相信他就是喜欢跑 紧接着媒体风向转变 阿甘成了明星 所到之处自然有了生意 有了市场 而不太聪明的他身后 也有了成群的漫他一步的追随者 说到这儿 我话题扯远了吗 或者说 吴京就该这样一直玩命奔跑下去吗 这儿真的是一个 坚持就会收获成就的营销号鸡汤吗 抱歉 下面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失望 现实中吴京依旧在跑 豆瓣上吴京的电影 排期排到了2030年 高频词汇 什么什么行动 什么什么之战 一水的英雄 一水的主旋律 但这是否也会令你担心 200亿之后的吴京 能否还能给出崭新的答案 老实说 回头看并不乐观 吴京最擅长的角色 总是他自己 流浪地球的刘培强 脱下航天服 穿上攀登服 基本上就是攀登哲里的方武舟 攀登哲里的方武舟 伸手矫健的动作画面 让人一秒无缝衔接 至战狼二弟的冷风 符合我的父辈里 吴京那一句 你真要死 就死在我后面 不然我没脸见你娘 多少又有点金刚穿里 骂骂咧咧 又把隐藏炮位 留给战友张飞的 官蕾的既视感 但仔细想想 原本总想一马当仙当英雄 唱情怀的笨男人吴京 或许也意识到了 自己系路狭窄的问题 一个并不显眼的标志 是今年我和我的复位 吴京指导的成风 一样的爱国情怀 一样是民族情绪 一样用料扎实 震撼的马战场面中 依然是他手持红旗 冲锋陷阵 但主干剧情里 吴京的角色定位 与后辈吴蕾对调了一下 这一次直面牺牲 拯救父亲与百姓的英雄 变成了儿子吴蕾 吴京让出了英雄的位置 成为了被英雄感动的父亲 在他的电影中 我仿佛看到 那个耿直的中年男人 不再紧绷 他卸下了一丝劲 喘出了一口气 没错 这才是阿甘 当他跑到路的尽头时 他停了下来 但别忘了 停下来之后的阿甘 去了更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该期待吴京 给出的答案 不仅仅是那一个战王 好了以上就是 本期独视编辑部的全部内容 结尾的个人观点依旧强烈 欢迎大家友好讨论 如果你喜欢的话 感谢你的三连支持 别忘了关注我们 我们将为你带来 更多更有趣更硬核的影视话题 我是王美凤 咱下期见